Fame will go by, and so long, I've had you, Fame If it goes by, I've always known it was fickle So at least it's something I experience But that's not where I live Maryl Munro 大家好,我是阿祥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犯罪心理》第102个案子 美光灯下,美女正在拍一场哭戏 她精致的妆容充满了古典的味道 颤抖的语气,捆绑的双手 无法顺畅地说出台词 男人和她的妈妈亲自示范了演技 美女恳求再给她一个机会 但她没能得到 再次睁开眼时 只看到车窗外的暴雨和朝她扑来的男人 美女的尸体很快被发现 在警长看到尸体的那一刻就知道 她需要求助于毕业优 三天前,这名女受害者失踪 两天前,广电大楼收到一组她的写真照片 推测是凶手寄来的 之后美女被害 凶手将她摆放成一个左手扬起的姿势 并残忍地切掉了她的嘴唇 是收集战利品的变态杀人狂 还是精神病食人魔 目前无法确定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凶手希望全世界都知道她的存在 她是个狂耍存在感的疯子 BAO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媒体过于关注凶手 甚至给得起一个拉风的名字 他们决定不再对媒体透露一个字 虽然目前只有一个受害人 但这名凶手非常特别 他对死者表现出的是一种爱恨交织的情绪 这和已知的任何一个连环杀手都不同 死者在前往国会山工作途中被害 尸体被抛弃在那之外的三个街区 附近就是媒体密集的地方 凶手熟悉地形 他的安全区域就在附近 警方在案发后询问了死者所有的邻居和熟人 他们之中或许就包括这名凶手 因为在繁忙的早上 国会山附近实施绑架实在太过鲜艳 凶手需要将死者带到偏僻处下手 这就不得不和他大声话 摩根和艾米利来到现场 一位发现在抛尸地点附近 住着一个大块头流浪汉 想起警方说过 发现尸体的也是一名流浪汉 但大块头说流浪汉不会互相抢地盘 这里一直都是归他所有 昨晚他被带去了警局 这里根本不会有人来 摩根揭开他的帐篷 发现墙上被写了血红的文字 大块头立刻痛骂 是谁在老子地盘乱写字 摩根意识到 这些文字很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而发现尸体的流浪汉也是凶手假扮 这和他们之前的猜测不谋而合 警方的确询问过凶手 摩根立刻把文字发给加西亚 对比之下发现 这篇文字和瑞德发现的一模一样 一个钟前 瑞德在尸体的嘴里藏着一个纸团 由于面部太过触目惊心 连发衣都给遗漏了 纸团展开来是一页文字 而且是老式打印机打出来的 老罗想起尸体头发上发现的三路甲丸 正是老式摄影师使用的 老式打印机 老式摄影 怀旧风格的文字 这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在人流攒动的车站里 强哥看着来往的人群 他特别关注那些女孩走路的姿势 一个小罗莉好奇地来问他 那些姿势有什么重要的呢 强哥的老妈最讨厌小孩 一脸不高兴地走开了 而强哥告诉小罗莉 他的老妈曾说过 一个电影明星就得有自己的姿态 你会出现在15英尺高的大屏幕上 会厌惯群房地走过奥斯卡红毯 那时你必须拥有最优美的姿态 说到这里 他被一个漂亮女孩吸引了目光 他的姿态太迷人了 简直和自己的妈妈一模一样 强哥不由自主地就跟了上去 强哥搜索了很久 也没有找到那些文字的出处 如果他们是来自某部电影 那至少也是上世纪50年代的作品 而反观死者的妆容风格 无论是珠光的羞绒粉 玫瑰色的腮红 还是标志性的黑色眼线 无疑不是在模仿玛丽莲梦录 而死者失踪三天被害 大部分有情节的电影 都是三木石结构 强哥说到电影滔滔不绝 但其实亚伦早就发现 她在兼职小剧场演员的事 其中一场演出 她甚至还亲自看过 只是没有认出来那就是加西亚 加西亚有些意外 但又有点难为情 恳求亚伦替自己保密 而在这时 警方又接到一名女孩失踪的报案 19岁的佩妮最后一次出现 是在车站 她的包被丢在那附近 看起来是被绑架了 如果这是凶手干的 那么佩妮的时间已经过去一天了 根据凶手习惯 媒体将会收到一张佩妮的照片 但警方必须阻止媒体将他们发出 因为这名凶手已经被大肆报道 甚至得到了国会开堂手的称呼 警长已经安排便衣守在大楼附近 注意符合凶手侧写的人物 他是50岁左右的白人男性 身材销瘦 本地人且独居 很可能没有工作 他有一辆旧车 但保养得不错 用来转运受害人 根据死者喉咙发现的文字来看 他似乎没有达到凶手的要求 尽管没有任何性侵迹象 但割走嘴唇 本身就是一种性行为 凶手对死者有着爱恨交加的情绪 同时对戏剧非常迷恋 他可能从事演艺行业 帮助被害人来完成一场三幕剧 佩妮现在正在被迫演出 但他的戏份只剩下一天了 强哥和他老妈大吵一架 因为无论他怎么做 老妈都觉得他太没用了 他和他的父亲一样懦弱 可自己却为了他放弃了大好前途 强哥最不能接受这种羞辱 他指着报纸说 这些事都是自己干的 媒体还给他取了拉风的外号 弱者根本不敢把这样的女孩带回来 接下来 自己能把他变得比老妈更出名 他给女孩化了精致的妆容 把他变得和上一个美女一样 但气质要比他好得多 上一个太让自己失望了 这一个一定能名声大噪 BAU根据车站的监控 发现在佩妮出现前凶手背对着摄像头 在那里坐了三个小时 但这个时间超过任何一个临时停车的时限 因此褪色凶手有驳车许可证 但这种许可证仅对本区域的居民有效 所以凶手的居住地就在这边区域 警方立刻封锁了附近的五条街区 对2000多户常驻居民进行排查 但这需要花上好几天的时间 为了进一步缩小范围 加西亚按照年龄筛选了驳车许可证 符合条件的也有五六百人 考虑到凶手之前在国会附近作案 说明他也有那里的驳车许可 但包含多个区域的许可证非常少 除非是残疾人 于是BAU推测凶手可能认识某个残疾人 这时广电大楼再次收到了照片 前按照FBI的要求 没有第一时间将其公布出去 佩妮的时间不多了 亚伦决定召开发布会 用一些语言刺激凶手主动出现 佩妮脱掉进满血的鞋子 第二次试图逃走 上一次拍完照后 他撞伤强哥的鼻梁 却没能打开紧锁的房门 为了让他穿上这双鞋子 强哥切掉了他的脚趾 房间里的东西让他吓破了胆 他绝望地想 自己恐怕永远也逃不掉了 加西亚告诉亚伦 自己根本干不了发言人的活 更何况还是要演给凶手看的 亚伦要他集中精力 把话题都放在佩妮身上 尽量不要谈论凶手 加西亚结结巴巴地说 自己一看镜头就眩晕 害怕被人围着 所以才躲到一个小哥间里工作 在这个档口上 亚伦觉得自己不得不干点缺德事了 你害怕镜头 那剧院的演出怎么说 好你个一身争气的家伙 竟然转头就把本宫卖了 关键时刻还得摩根跳出来做工作 这不是为了你自己 而是为了那个可怜的姑娘 媒体只会疯狂地追问做完细节 手法如何残忍 他们只是关心凶手 但其实凶手只是想让佩妮出名 如果大家不关注他 凶手就会被激怒 只要提到救人 善良的家下立马就有了勇气 为了讨好凶手 他打扮成对方最喜欢的风格 无论媒体怎么追问 他始终不透露案件细节 只是一直强调 佩妮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果然这种效果让强哥太满意了 大家现在都爱佩妮 这个他亲手打造的明星 可这时佩妮的父亲 突然冲到了发布会 在镜头前恳求凶手放了佩妮 媒体一拥而上 话题瞬间又转回到凶手身上 但他这时已经得到了想要的 不会再为佩妮浪费时间 而是会尽快杀掉他 第一名受害者 从被杀到砌尸之间 近有半个小时 这么短的时间就说明 凶手一定是在车里完成谋杀的 于是亚伦开始严密巡视 目标街区的停车 全哥意识到自己时间不多了 再不动手就会被人注意到 于是他不顾老妈的反对 抬着佩妮出了门 此时附近街道已经布满了巡逻车 只要一辆车稍微停久一点 就会被注意到 全哥用药迷晕了佩妮后 打算用塑料袋闷死他 但这需要几十秒的时间 还没完成就已经被亚伦发现 全哥荒毛汽车逃跑 亚伦快速救下了佩妮 小组其他成员继续向逃走的方向追捕 和他们预计的一样 凶手的车上有残疾人驳车许可证 加西安很快查到 车子属于全哥的母亲 50年代 她是一个和梦露一样漂亮的女明星 19岁就当上了女主角 抛尸地点是她曾经的电影拍摄地 但很可惜的是 她在拍摄第一部电影海报时 就已经怀孕了 演艺事业无解而终 因此在她心目中 是她的儿子断送了她的前程 一个母亲把她失败的问题 完全归咎于了孩子 在责备和负罪感中长大的孩子 早已经失去了独立的人格 思想 她对母亲怀着畸形的爱 沦为了一个满足她欲望的工具 摩根猜测 强哥所做的一切都是她的母亲之事 为了重现她拍电影时的风采 为了一个万众瞩目的结局 门外响起了警察的声音 这在强哥听起来是一种呼唤 她告诉老妈 粉丝们正在等着他们 这一天终于来了 老妈第一次对她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两人搀扶着走出门口 数不清的枪口对了过来 可这在强哥眼里就是无数的聚光灯 闪烁的镜头对着他们猛拍 脚下是奥斯卡的红毯 记者和影迷对他们伸出了渴望的双手 她的脸上是亢奋的怪异的笑 她的怀里是母亲早已干枯的尸体 原来佩妮在房间看到的就是这句干尸 一切和母亲的对话都是自导自演 因为强哥早已被母亲的离世搞到癫狂 从那时起就活在幻想之中 在电影的最后一幕 女主与男主深情一吻 那是强哥最为着迷的画面 于是他将死者的嘴唇留在了尸体上 不断回味那个让他心醉的瞬间 他完全沦陷在一个假象的世界里 享受着扭曲的快乐 这是精神病杀手带来的最大悲剧 死者的地狱 杀人者的天堂 加西亚拒绝给她的戏剧透 但就像她的本职工作一样 她的兼职依旧和犯罪分不开 她饰演一个灵魂杀手的幸存者 最终找到凶手复仇成功 也算是一种情感宣泄了 人性生来矛盾 每个人都有黑暗面 有人选择皈依黑暗 有人选择逆来伸受 而有人选择与其抗争 但最终我们都不得不面对真相 面对真实的自己 以上就是犯罪心理第六集的第八集 最后问一个小小的问题 强哥你们跳戏了吗 没有的话请给我三连鼓励 好了本期视频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欢迎继续关注本系列的解说 感谢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